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KFK研究院 在前面的视频当中呢,我们介绍了很多KFK预言和现实问题的关联 在后面的视频当中呢,我们重点将讲述KFK的未来世界涉及到的各种主题 比如说灵性啊,未来学啊,神秘学啊,等等相关的所有的一些问题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关于人类更生观能 我们发现啊,很有可能这个KFK提到的更生观能就是指的松果体 它是连接宇宙智慧进入异次元世界的一个关键 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在KFK回答网友的问题的时候呢 有一个网友问,啊,有没有开心的药? 然后KFK回答,人在精神深处有一个更生的观能 是与时空之外的宇宙紧密联合的 这是人类第二次进步,但发生在战争之后 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在交流的时候说 这个更生的观能到底指的是什么? 是一种非常抽象的东西,还是一个具体的东西? 后来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啊,这个更生观能很有可能就是松果体 松果体是什么呢? 它到底在哪里? 我们一起来看 实际上啊,松果体它处于我们人脑的最深处 最深处,按照这个图示的 嗯,它跟我们的肉眼几乎处于一个比较水平的位置 嗯,有一个习惯把它叫做第三只眼 那么为什么松果体叫做第三只眼呢? 实际上啊,松果体它在 如果你把它解剖一下的话 那么你会发现啊,松果体这个结构 在大脑中的这个结构啊,跟我们左边的这个图非常非常的像 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看过左边这样的一张图啊 这张图是在埃及这个文明当中非常有名的一个图 它是赫鲁斯之眼 赫鲁斯之眼 是埃及的很多很多的这个壁画啊 还有图示当中都经常出现的一个东西 那么赫鲁斯之眼指的是什么呢? 赫鲁斯之眼 它又称为真知之眼 在埃及传说中呢 它是阴头神赫鲁斯的眼睛 阴头神啊 然后它代表的是全知传能之眼 大家都知道这个阴神 阴啊,它的这个眼睛本身就很厉害 它实际上这个传说 当然可能可以说是跟动物关联在一起 但实际上我们通过赫鲁斯之眼和这个松果体的这个解剖图的这个对比 我们发现很有可能在古代的人当中就已经知道 它就是人类的第三只眼 所以我们可以说松果体它就是人类的赫鲁斯之眼 同时呢,在16世纪的时候 知名的哲学家笛卡尔他也认为 这个世界是由物质与灵性两种不同的要素所构成 而这两者透过松果体产生连接 于是他将松果体称为灵魂之作 所以这个可以解释为什么KFK一直在跟问题有一个更深的官能 但他没有指明到底是什么 也许我们人类在以后的物质匮乏的过程当中才能够突然发现 哦,原来在我们的这个脑袋的深处有一个第三只眼 这个就是更深官能松果体 那么如果说松果体它是我们的第三只眼 从科学上有没有可以去理解的一个方向呢 实际上啊,很多的这个科学家也对松果体有一些研究 那么从这个生物学上的角度来讲啊 松果体它会分泌褪黑激素 这个褪黑激素呢,是刺激老神经的一个重要的元素 同时呢,它也会分泌大量的二甲基色胺 啊,这两种都是在我们人体的这个神经系统里面 非常重要的物质 那我们先来看啊 这个褪黑激素呢 它是在什么时候分泌呢 在高峰期是在半夜的两点到四点 松果体 那么如果这个时候你是成清醒状态 或者是半梦半醒之间的时候呢 松果体的通道便会开启 这个时候呢 很有可能我们就可以接收到宇宙智慧传来的讯息 这个实际上人就容易进入到灵性的世界 所以我觉得这个特点呢 很有可能跟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的这个睡梦 寓言家爱德加凯西 他总是去催眠的状态 自我催眠的状态 然后进行寓言可能是有关联的 他实际上也提到了 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能力 只是说他们被物质蒙蔽了双眼 或者说你过于追求这个物质 而忽略了精神世界 包括很多的朋友跟我一起提到的这个清明梦 是不是很有可能就是跟松果体有关系 当你在做梦的时候 那你的松果体趋于最活跃的状态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进入到灵性世界 你也能够接收到来自宇宙深处的信息 同时呢 另外一个分泌的元素 二甲基色胺 它就像这个海罗因这样的一个白粉 还真的 它是一种 在这个世俗的世界里面 它生的是一种毒品 它被称为天然的置换剂 如果说你要销售这个 这个是非法的 但实际上在我们的人脑当中 这个松果体它自然的会分泌 这个二甲基色胺 二甲基色胺 那么实际上啊 科学家对这个问题也非常的感兴趣 科学家通过实验发现 这个是新墨西哥大学 是美国的新墨西哥州的一个大学 这位精神病学系的教授 他叫瑞克史特克史特拉西 史特拉斯 他就在90年代的时候 做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实验 他选了大概几百人 作为他的这个实验对象 然后呢 对这些人注射 这个二甲基色胺 也就是这种所谓的天然置换剂 当然他这个是 有这个美国的FDA 也就是美国食品药监局 他不会随便去给别人注射毒品 他做这个实验的目的呢 就是注射了这个二甲基色胺以后呢 他来观察这些人到底有什么样的反应 也就是来研究一下 这个二甲基色胺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 结果发现呢 这些人 他们后续的这个反应发现 都有这种接触非地球生物的体验 也就是注射这个二甲基色胺以后 那么我们从这个实验当中 实际上啊 很有可能可以推测出 如果说松果体活化之后 较容易分泌二甲基色胺 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人类更有可能 接触到益次元世界 以及高次元的宇宙 也就是说这个二甲基色胺 它是我们神经物质当中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当然这个一切取决于松果体 可以想见松果体 在我们人类的这个更生观能当中 它起到的重要作用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的人说 它是第三只眼 那么实际上还有一本很有名的书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看一下 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 松果体的奇迹 副标题就是觉醒内在潜能 改写人生与身体的剧本 大家有兴趣自己看一看 这本书讲述了松果体 很多很多的秘密 当然了 从我们的这个讲述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开启自己的第三只眼 也就是松果体 如果说你过于专注于这个物质世界 被物质蒙蔽双眼 那这个很困难 但是如果你能够尽快地意识到自己的潜能 然后呢 尝试通过清明梦等方式去体验松果体的存在 体验赫鲁斯之眼的存在 也许你可以更快地进入到精神世界 更快地进入到我们的高维宇宙当中 那么你也可以接收到宇宙讯息 这个非常奇妙的世界了 好 今天的视频就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记点赞订阅哦 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的下一期节目了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